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道成肉身的奥秘 二 当初耶稣在犹太做工的时候 是公开的 现在在你们这些人中间 做工说话是隐秘的 外邦的人一点都不知道 在你们中间做的工作 都是封闭着的 这说话 这刑罚 审判 除了你们这些人知道 其余的人都不知道 这工作都是在你们中间做的 只向你们打开 外邦中无人知道 因为十日不到 这些人受刑罚都快被做成了 外面的人一点都不知道 这工作太隐秘了 道成肉身的神对他们是隐秘的 像这道流里的人可以说是公开的 虽然说在神全是公开 全是显明 全是释放 但这只是针对信他的人说的 对其余的外邦人却不公开 现在在中国 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工作 封闭得很严 就是不让他们知道 他们若知道了 只能是定罪加逼迫 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在大红龙国家 就是在这最落后的地方做工 不是容易的 若将工作公开了 也就没法做下去了 这部工作在这地方 根本行不通 若是公开做着工作 他们怎能容让呢 不是担更大的风险吗 这工作如果不隐秘 还像耶稣那时 轰轰烈烈地医病赶鬼 不早就被魔鬼给缴获了吗 他们还能容让神的存在吗 若是现在进会堂里讲道教训人 那我不早就粉身碎骨了吗 这样工作又怎能开展下去呢 现在不公开显一点神迹奇事 就是为了隐秘 所以说外邦人就是看不着 不知道 发现不了 如果这一步 还像恩典时代耶稣那样做工 那就不能这么安稳了 所以这样隐秘做工 对你们有益处 对所有的工作有益处 当神在地上的工作结束时 就是隐秘的工作结束时 这部工作就爆炸开了 人就都知道在中国有一般得胜者 知道神道成肉身在中国 他的工作已结束了 那时人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衰落 不垮台呢 原来神在中国亲自做工 成全了一般得胜者 道成肉身的神 只是向一部分在他亲自做工期间 跟随他的人显现 并不是向所有的受造之物显现 他道成肉身只是为了完成一步工作 并不是为了让人看见他的形象 但是他的工作必须他自己亲自做 所以他必须来在肉身中做工 当工作结束之时 他就脱离人间 不能在人间长期停留下去 以免拦阻以后的工作 向万人显现的 只是他的公义的性情 与他的所有作为 并不是神两次道成肉身的形象 因为神的形象 只能用他的性情来显明 并不能用道成肉身的形象来代替 他的肉身的形象 只是向一部分有限的人显明 只是向那些 跟随他在肉身中做工的人显明 所以现在做工是隐秘做工 就如耶稣做工 只是向那些犹太人显明 并未向犹太以外的 任何一个帮族公开显明 所以他完成工作之后 就及早地离开了人间 并不停留 以后也并不是他这个人的形象 向人显现 而是圣灵直接做工 当道成肉身的神的工作 全部结束时 他就离开人间 之后他不再做类似 在肉身期间做的工作 以后的工作 都是圣灵直接做 在这期间 在这期间 人将很难看见 他在肉身中的形象 他根本不向人显现 而是永远隐秘 因着神道成肉身的工作时间 是有限的 都是在特定的时代 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国家 特定的人中间做工 只代表神道成肉身期间的做工 是有时代性的 是代表神的灵 在一个时代的做工 并不是代表神的灵的所有做工 所以神道成的肉身的形象 不会向万民显现的 向万人显现的是神的公义 神的全部性情 并不是神两次道成肉身的形象 向人显现 不是仅一个形象向人显现 也不是两次的形象 综合起来向人显现 所以 神所道成的肉身 务必得在做完该做的工作之后离地 因为道成肉身 只是来完成该做的工作 并不是向人显明他的形象来了 即使两次道成肉身 已完全了神道成肉身的意义 神也不会向任何一个 未见过他的帮族公开显现 耶稣不会再向犹太人 作为公义的日头显现的 他也不会脚灯橄榄山 向万民显现的 犹太人看见的 只是他在犹太之时的画像 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工作 早在两千年以前就结束了 他不会再带着犹太人的形象 重返犹太的 更不会再带着犹太人的形象 显现在任何一个外邦家族中的 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形象 只是犹太人的形象 并不是约翰看见的人子的形象 即使耶稣应许过跟随他的人 他还要来 但他也不会就这样 带着犹太人的形象 向所有的外邦之民显现的 你们当知道 道成肉身的工作是开辟时代 是有限的几年的工作 并不能将神的灵的全部工作 都做完 就如耶稣的犹太人的形象 只能代表他在犹太做工的神的形象 只能做定十字架的工作 耶稣在肉身期间 并不能做结束时代 毁灭人类的工作 所以他定完十字架 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之后 便升到至高处 向人永久地隐秘起来了 至此 那些外邦的忠心的信徒 也看不着主耶稣的显现 只是看见 他们贴在墙上的主耶稣的画像 这画像只是人画的 并不是神自己向人显现的形象 神不会用两次道成肉身的形象 来向万人公开显现的 他做在人中间的工作 是为了让人了解他的性情 这一切都是借着 在不同时代的做工 来向人显明的 是借着他公开的性情 与他做的工作而达到的 并不是借着耶稣的显现而达到的 就是说 神的形象向人公开 不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形象而公开的 而是借着道成肉身的 有形有相的 神所做的工来公开的 以他做的工 来向人显明他的形象 来公开他的性情 这才是他道成肉身 所要做的工作的意义 两次道成肉身的工作一结束 他便开始在外邦各族 显明他的公义性情 让万人看见他的形象 他要显明他的性情 借此显明各类人的结局 来结束整个旧时代 他在肉身的做工 之所以不涉及太大的面积 就如耶稣仅在犹太做 今天只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做 就是因为他在肉身的做工 是有范围的 是有限度的 只是借着普通正常的肉身的形象 来做短暂的工作 并不是借着这道成的肉身 来做永世里的工作 或做向外邦万民显现的工作 在肉身中的做工 只能限制在一个范围里 如只在犹太做 或只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做 接着在这个范围里所做的工作 在扩大工作面 当然扩展的工作 是他的灵直接做工了 那时就不是他所道成的 肉身的工作了 因为在肉身中的工作 是有范围的 并不是走遍全雨之下的每个角落 这个达不到 他的灵 借着在肉身中做的工作 来开展以后的工作 所以在肉身中做的工作 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的 起手的工作 而在这以后 便是他的灵 接续着工作了 而且是扩大范围 神来在地上做工 只是带领时代 只是开展新时代 结束旧时代 并不是来在地上 走人的生命历程 不是为了来在地上 亲自体尝人间的酸甜苦辣 也不是为了亲手 将某个人成全 或亲眼看着某个人长大的过程 这不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 仅仅是来开始新时代 结束旧时代 就是他自己开始时代 自己结束时代 以亲自做工的方式 来打败撒旦 每次的亲自做工 都相当于一次清零战场 首先在肉身中战胜世界 战胜撒旦 将所有的荣耀得着 将整个两千年的工作 拉开序幕 让地上的人都有合适的路可走 都有平安喜乐之日度过 但是神不能长久地 与人在地上生活 因神是神 毕竟不同于神 他不能有正常人的一生 就是不能像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人 在地上常住 因他只有一点点正常人具备的正常人性 来维持他的人性生活 就是说 神怎么能在地上成家立业 生儿育女呢 这不成了羞辱了吗 他有正常人性 只是为了能正常地做工 但他的正常人性 并不是来让他 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成家立业 他的正常的理智 正常的大脑思维 正常的肉身的吃穿 就足以证明 他是正常人性了 并不需要 用他能成家立业 来证明 他是正常的人性 这根本没必要 神来在地上 是道成了肉身 他只是让人明白他的道 让人看见他的道 就是让人都看见肉身做的工作 他的意思 并不是为了让人 对他的肉身能如何 只是让人 能够顺服到底即可 就是能顺服一切 从他口里出来的言语 能够顺服他所做的一切工作 他只是在肉身中做工 并不是有意来让人 都高举他的肉身的伟大与圣洁 只是让人看见 他做工的智慧 与他的所有权柄 所以 即使是他的人性特别高 他也不做任何宣传 只是一味地 做他自己该做的工作 你们该知道 为什么神道成了肉身 却从不宣扬 他的正常人性 也不见证 他的正常人性 只是做他要做的工作 所以 你们从道成肉身的神身上 看见的 仅仅是他的神性所示 这是因为 他从不宣传 他的人性所示 来让人效法 只有人带领人 才介绍人性所示 以便让人佩服 让人都福气 达到能带领人 而神自己仅用所做的工作 就是人达不到的工作 就将人征服了 谈不到什么被人佩服 或让人都崇拜 只是让人感到敬畏 或让人都感觉到 他的难测 神并不需让人佩服 只需你看见 他的性情之后 能敬畏他即可 神做的是神自己的工作 是人代替不了的 也是人达不到的 只有神自己 能做自己的工作 神自己能开辟新的时代 来带领人有新的生活 他做的工作 就是为了让人 有新的生活 让人进入新的时代 其余的工作 都交给那些人性正常 而且让人佩服的人去做 所以 在恩典时代 他把两千年的工作 在道成肉身的 三十三年中的三年半 就结束了 神来在地上做工 总是将两千年 或整个时代的工作 在最短的几年之内结束 并不拖延时间 也不延长日期 只是将多年的工作 缩短在最短的几年之内 就完成 因他亲自做工 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出路 带领新的时代 注意到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逅 打赏 参照